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试 受试其实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 主语和谓语之间或者是诗试关系或者是受试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的 但是就动词谓语句来讲 那么一般可以分成这两类 比方说正午宫取义身 正午宫是这个诗试 那么曼草由不可熟 这个曼草是受试 是patient 在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受试放在句前的情况很常见 比方说先令者杀 后令者斩 先令者和后令者都是后面动词的受试 但是放在聚首的位置上 那么有些情况下会用一些特定的标记 把这种诗试关系表示出来 当然有的同学说 第一个例子其实也有条件 就是在队伍结构里面 比方说盆承过剑杀和五子须腹 这些都是受试 但是一个是用了呼字 一个是用了剑字 这是在讲被动剧的时候 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 很典型 孟子讲的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就是被人所治 治人者似人 似人就是供养别人 治于人者 这个被动形式可以跟者组合作主语 而治人者似于人是被人所供养 这是天下的同意 除了鱼子之外 我们看这个身为宋国相 被宋国人所讥笑 这个为是借此表被动 但是下面这个例子比较好玩 五子白弟子也化为蛇当道 金卫赤弟子也就是刘邦 斩之 那么本来前面的主语就是斩的寿式了 但是在斩的后面又出现了逼语 这种情况是古代汉语特有的一种现象 由借词语构成的借词结构 是放在动词后面做补语 由借词味构成的借词结构 放在动词前面做状语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古代汉语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所谓的借词味的宾语省略的现象 有意思将为录乎 就是将为细刻 将为您所录吗 士族多为用者 那么士族多 有的学者说多为之用 被他所用 我们说这种说法是比较牵强的 说他省略了逼语 其实这样的为 跟现代汉语当中被的用法 有相似的地方 他被杀了 我们不说他被人杀了 这个被不再是借词 而是一个注动词 这个为的用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省略的说法不好 好 大家看下面是见字的用力 后者未录 伯者见仪 见仪就是被怀疑 事以见放 是被放逐 被流放 下面的例子 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课本上也做了讨论 就是见到了六朝时期 进一步变为一个比较为晚语气的这样一个词 这样一个副词 慈父见背 不是慈父被背弃了 遭到背弃了 而是慈父 弃掉了我 就是我生下来 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刚刚会笑 还是小儿笑也 慈父就离开了我 那么吕淑香先生就把这种剑子的用法称为是具有指带作用的 指带性的这样的副词 也就是说这个剑有的学者就认为 干脆认为是一个带词 剑背是背我 下面既君时 也就是司马光 或剑术也 我希望君时您能够原谅我 不是君时背原谅 而是君时原谅我 好 下面是剑和鱼结合的例子 这是应该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比较被动的语法形式 剑欺于王就是被大王您所欺骗 剑欺于天下是被天下人所信任 下面是用戒词为和所组合的例子 大岳之以为胡所杀 应该是大岳之王以为胡所杀 为胡所杀就是被胡人杀害了 为汉使岳之 替汉朝出使岳之国 而为胡所杀害是被胡人挡住了前往的道路 那么这个为胡所杀害是被胡所杀害 那么这个为胡所杀大致是汉代产生的 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 通常在比较正式的文体当中用为所示 在口语性比较强的文体当中用被让或者是叫 下面的这些例子 大家课下自己先分析一下 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 从这个光被四表 万民被七历 到这个一日被公 终而被霸 这个被子的使用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前面我们讲判断句的时候 讲到过 这个判断谓语的前面 会有一些副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前面我们定义这个副词的时候 说它是用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等微词性成分的 但是当它出现在判断谓语的前面的时候 那么从形式上来看 比方说这个 这里面这个锡字 好像就出现在真量死结之臣这个名词性成分的前面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它虽然是名词性成分 但是它处在判断谓语的位置上 这个判断谓语本身是一个陈述 所以它还是修饰陈述性的成分 上次我们讲这个判断句的时候 讲这个则字 其实讲得不好 所以课下很多同学又提出问题了 我们这里顺便再看一下这个则 比方说孟子腾文宫上里面说 腾君则成贤君也 虽然未闻道也 孟子说 许行说 这个腾君确实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尽管如此 他还没有听到真正的大道 还不明白真正的这个道 我们上次说 这个则其实不应该看作是负词 而是一个廉词 把它看作廉词就意味着腾君本身是一个陈述 是说到腾君这个人 那么他确实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则还是连接两个陈述 只是前面这个陈述本身 只是一个光感名词 而这个光感名词 跟后面这个陈述之间又有主位关系 下面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三个问题 就是说 并非能作状语的都是负词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除了负词 还有什么成分能作状语呢 我们前面讲了名词作状语 其实在汉语那中形容词也可以自由的充当状语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 副词的特点是只能作状语 不能作别的成分 除了作状语它没有别的能力 讲到刚才这三点 我想有的同学会有疑问 说我们怎么去观察一个词是不是负词 怎么去观察一个词是不是负词 很多学者在观察古代汉语虚词的时候 往往用现代汉语的语感 简单的判定一个词是什么词 是负词还是什么词 比方说刚才我们举到藤君则成仙君也 有的学者说这个则是个只是代词 那或者这 藤君那是一个贤君 再比方说很多古汉语语法书里面 包括大家中学学的语法书里面都会讲 慎是一个副词 上古汉语的重要的程度副词 可是我们前面讲课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从《圣》在古书里面使用的情况来说 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比方说这是《圣》在孟子这本书里面的主要使用情况 我们把它罗列出来 排比出来 看一看 其中的《圣》有些什么用法 无《圣》惨于孟子 这个《圣》不是做状语吗 对不对 很明显应该是很非常 好 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 感到很惭愧 难道这不是个副词吗 现代汉语的很就是一个副词 好 我们且看下面 藤文公问曰 其人将驻靴 驻靴 驻靴如果是在这个 左传里面就会成靴 将成靴 无慎恐 我内心里面很担心 因为靴帝和这个藤国是挨在一起的 怎么办才可以呢 好 《圣》又是修士这个孔 做状语 《公孙丑下》里面 王就见孟子曰 这个齐宣王就亲自前去孟子的住处 就是前往的意思 去拜见孟子 说前些日子我希望能够跟您见面 但是没有实现 现在能够在同一个朝廷里面讨论事情 内心里面感到很高兴 好 《圣喜》 《圣》又是做状语 从这三个例子 我们能不能得出 《圣》就是一个成都副词呢 梁慧王上里面 《圣》然后知轻重 《圣》是权横的意思 《圣》是秤杆 《横》是秤坨 用这个《圣》来表示 称量事物的轻重 你称量了 然后才能够知道事物的轻重 一个东西是轻时重 《多》然后是知长短 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 我们必须拿一定的标准 去加以衡量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它 其实一般人都知道 都懂得对于客观外物而言是如此 很多人却不懂得 对于我们每个人本身而言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经常的拿某个标准来衡量自己 我们才能够真正认清楚自己 所以孟子下面接着说 心为甚 对于自己的心而言 更加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肾 是做这个动刺围的宾语 而从词意上来讲 这个肾也是表示程度的增加 表示程度高 好 梁慧王上里面 王曰 齐宣王曰 若是其肾与 像这个样子 什么像这个样子 其肾 若是与 它的严重 程度 是像这个样子吗 好 这里面 这个肾是处在主语的位置上 那么下面孟子回答说带有肾烟 恐怕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情况 肾烟就是肾于是 这个肾后面带出了比较的对象 但是在这里肾烟是做动词有的宾语 肾烟 肾于应该是带有肾于是者 恐怕有比这种情况更严重的情况 好 梁慧王下里面 孟子曰 大王您非常的喜欢音乐 那么 既然你心情这么轻松愉快 齐国应该治理的差不多了吧 齐国其数几乎差不多了吧 那么 肾 在这里做谓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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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